我叫阿凯 来自台南市 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 我是一位同性恋者 这是我的伴侣李欧 我们已经稳定交往了一段时间 这天 我被发现 我是同性恋的 我不能接受 是我男的吗 我不能接受 对啊 我以前就是想说 怎么可能男生会喜欢男生 因为其实我本身算是一个 身贵吧 我自己觉得啦 那我觉得这个性向的东西 是天生的 也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每个人都选择爱情的自己 那至于你喜欢男的 我喜欢女生来讲的话 你开心就好 但是就是不要影响别人为主 那其他部分的话 我个人是不会恐怖 一开始看到同姿伴侣的时候 其实我还不是很知道说 同性恋这个词 但是我会觉得 对他们两个的关系 感到非常好奇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 对同性这一块 是有一点点的排斥 我必须老实说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 对他们还不够了解 他们比较多的担心都是一样 都是不被接受啦 之类的 那其他的部分倒是 我觉得就跟一般的孩子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谈恋爱会遇到的啦 家长会反对啦 只是说他们多了一个原因 对就是同性 其实我也没有对同性这方面 有太多的了解 我是一名男同志 然后我在四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自己喜欢男生 然后那时候还不懂 什么叫做情欲流动 不知道什么是感情 爱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就单纯觉得说 好像有一个蛮奇特的感觉 我觉得要问支持这件事情之前 应该要问自己说 你为什么不支持 因为我觉得就是 同性恋跟异性恋 就是他们在本质上面 其实并没有不同的 只是他们喜欢的对象 是男性跟女性 那男性跟女性 他们创造的过程中 本来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与其你问我说 知不支持 那我反而会想说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持这件事情 我之前是就是无感吧 可是就是后来拍了这部纪录片之后 我就会去了解彩虹的议题啊 然后我身边或者是我家人 他们就是保持一个尊重的态度 除了他们的身份是一对情侣之外 其实我觉得 相处上来讲 其实就跟一般的年轻人 其实都一样 我觉得就是跟一般人没有任何的差别 那因为从小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性品教育 所以 只有受到两性教育 所以就不知道说 同性恋到底是什么 我不会把眼光放在女生身上 我会放在男生身上 但是我不会觉得 自己好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你有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 可是你会把那个冲动 会不会说把这件事情藏在心里面 我高中其实还要跟女生在一起 应该说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有点像是跟家人毒气的状况 那个时候对自己可能会注意男生 注意出来的 或者喜欢男生的感觉 就会把它藏在心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会觉得说 试试看自己是不是 心里的那种挣扎 或者说自己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 你一直尤其在家人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你会觉得说 诶 自己是不是其实是生病啊 还是什么的 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或什么 所以当时你只会一心去想 去想说 诶 我可以 我可以跟女生在一起啊 我可以跟像其他男孩子这样子 那是真的 两个人在一起互动完之后 才真的渐渐发现说 就是你的心相 你的心相是如何就是怎样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或是强迫它 因为其实我不会在外面直接的表示说 哦 我是同性恋或是干嘛 因为一来是我自己也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所以对我来说要在镜头前 承认这件事来说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但我有试着去打破这些障碍 因为我觉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原本我自己以为 同志这一个群体其实是很小的 或是我以为我身旁都没有这样的人 原本我是觉得自己是很自卑的 或是跟别人很不相同的 是自从看到他们的影片之后才发觉 诶 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同志朋友都有这样的状况 当自己知道是同性恋的时候 就会觉得心里面有个声音说 我已经不是这条路上的乖报告了 好 那这件事家里面没有人知道 那就是自己隐藏起来的这条路 因为我有点算是 不是我自己志愿出轨 而被强迫出轨 就是我妈主动问我说 你是不是同性恋这件事 那个当下其实我在犹豫说 我到底要不要出轨 不出轨我就继续隐瞒嘛 反正我在台南 我交男朋友我妈也不知道 我不要带回家就好啦 但其实 嗯 心里面就有个压力在于说 那我是如果不讲 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下去 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 我想说他怎么带回来的都是男生 然后 然后就是 就会跟他们一起玩 跟他带回来的男生一起玩 然后就想说 奇怪 他什么都是男中女女生 被发现的公开 当下的心情当然不会是好的 因为一来他不接受 那他不接受 外加 我会觉得我在他心里面的 儿子的心 讲白一点 我觉得他会不会怎么不需要 他可能会想很多 怕 就是怕我难过啊 或者是怕我 就是 可能他会想说 我会不同意或什么 就是有一些举动 所以他讲话的时候 都会很小心 我的妈妈知道我是 但是我爸爸的话 他不知道 就是会排斥 他会很排斥 阴柔气质的人 就是阴柔气质的男性 他也会 用一些酸言酸语去攻击 就是攻击同志 或是LGBTQI族群 我妈妈 比较可以接受一点 那其他的家人 基本上就是避而不谈 我爸的话就是 我有有意无意让他知道 可是他就是 都还是比较 态度都是比较中立的 或是就是他也不表态啦 可是他就是偶尔还是会开玩笑说 你要不要还是去交个女朋友 试试看 然后我就会学长说 这是可以试的事情吗 我觉得说实话 就是不断的沟通吧 因为 不能接受这一定的啊 这是一定的 毕竟你活了五六十岁 一一现在大家的爸爸妈妈 可能是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 他们已经接受过了 五六十年的教育 传统的社会的教育 然后他们突然接受 他们之前曾经没有接受过的东西 他怎么可能会接受 所以只有很长很长很长 时间的沟通跟短话 今天观察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 先了解原因 所以你应该要从生活中 去慢慢观察你的家长 会改变我们家的气氛吗 可能是 应该说那个 凝聚力跟感情都还是在 会有的过程是他们会去担心说 例如说我妈可能不知道 同性恋是什么 或者是他可能会担心说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身份 然后遭受到别人一样的眼光啊 或者是声音 或者是攻击的伤害 我觉得出柜真的不是自己的事 出柜连家里面的家长的压力都 应该比我们大很多 我妈可能在比较保守的地方工作 就可能被问 你儿子那个是什么啊 你儿子拍那样 你不会怎么样 什么的 但其实我妈很有压力 我知道她压力很大 当我妈问我 然后我跟她说 对我就喜欢男生 那个当下 虽然我很爽 我很紧张 很害怕 但是我心里面大石头放下了 我妈也没有对我太多的反感 或是什么 或是不满意 或是生气 每个人有她想要表达 然后她 她 在于她的点 她在于她的点 那你这样子 你没有办法去 去沟通好 对 你要想到对方 她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要的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沟通 父母一开始是 并不是很真同这件事情 他们还是拼命的 让父母理解这件事情 然后并认同 这并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办得到的事情 就是妈妈会透过一些问答 然后来表现出 她自己的不安全感 但我没有逃避她的所有的问题 我就是正面的影迹 因为当她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是要跟她讲 让她知道正确的观念 就很重要 像我这类的 比较阴柔 比较性别气质 比较女性化的同性恋 可能在国中高中 或是在求学阶段 比较容易会造成 校园的霸凌或是歧视 就算不是同性恋 有的人他只要 我觉得很不公平 是他只要 可能你声音 你阴柔了一点 或什么 就会被攻击 就算你坚持一些恋也一样 长大之后 可能到小学 国中 我就慢慢发现自己的 性别气质 其实比较阴柔 我比较没有阳 就是阳刚的那一面的话 比较少一点 土中也遭受到 还蛮多同学的 就是言语上的攻击啊 或者是 类似霸凌的情况出现 因为他们有一些 不一样的特质或是什么样 就是去恐惧害怕或是排挤他们 我觉得这种举动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受到的压力 跟压迫到底有多大 但其实那个当下的心理状况 跟压力只有恐惧跟 而且应该说 我从小大家都被教育成 你就是一个乖宝宝 你就是一个乖小孩 你就是要乖乖念书 乖乖读书 我绝对不会跟我妈说 妈我今天在学校被欺负 因为我妈 我们家是单亲家庭 我妈很认真工作赚钱 就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不可能再回家跟她讲说 妈我在学校被欺负 其实妈妈 她都是很爱自己的小孩 或许忽然间 我听到的时候 我会自己想说 为什么是我 我会遇到这种事情 我一直心里就在想说 我应该不会遇到 然后可是 她又活生生地 站在我的面前 因为小孩子 她也是很痛苦 可是我的内心也是很痛苦 所以我在学校被霸凌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 好 他们讨厌我 可能觉得我怎么样 好 那我就不要这么做就好 他们可能觉得 我怎么样怎么样 好 那我就闪开 不要在他们面前 或者说怎么样 我就是以一个逃避的心态 我当然有想要反击啊 我就去训老厨 跟老师说啊 老师说 哦怎么会这样子 寄他们警告 然后呢 我隔天还是要去被霸凌啊 就是这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我后来就放弃了跟老师说这件事 因为说了我会更惨 所以 我到后来就是完全处于一种逃避的心态 然后 最后状况很糟的时候 就是我不去学校了 如果我在房间里面写说 呃 你明天要去上课哦 什么 我写给我自己的话 如果以现在 我现在这个二十七岁的这个年纪 我想要回去告诉我自己 我没有做 我没有错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我很以我自己的心理的性质为较好 我是男同性恋要怎么样 所以我还是会回去告诉自己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哪怕你一直逃避 但是你坚持了下来 你活出了自己的偏偏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 我会希望大家对于同性恋或是 异性恋或是什么的都可以多一点爱 去学会接受与包容 然后先试着去了解 你了解过后再来做评论 而不是你都不了解 然后光靠那些人家的评论就认为 哦 这就是不对 哦 这就是对 当时我们组别讨论 确定要拍摄纪录片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想说要 选取什么样的议题去拍摄 那那个时候一直想说想要取一个 大家会比较关注的议题去做这个拍摄 那我们就同意都想到了同性这个部分 2018年的公投事件 就是有抛出了许多同性议庭的事情 那我就还蛮好奇在后续的成果 会如何发展 我想说能够去深入探讨成为 这一部纪录片的主题 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慢慢地接触到一些 关于性评活动的各个式活动 举凡可能像是游行或者是一些 讲座办理的部分 因为我们是舞者 所以我们在思考说如何 藉由舞者身份去 对于这个公投有一些帮助 因为我们跳的这个风格Voguing 它本身就跟LGBT性少数族群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 就是同性恋 所以我想藉由这部纪录片 去让他们了解 然后我自己也去了解 有关他们的事情 那会拍摄这部纪录片 其实是 也不是说要强迫一些 反对意见的人 一定要去支持或是赞同什么的 只是希望他们可以听听 就是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不要只是因为网路上或是哪里 稍微看了一些资料 就觉得说 网路上说的都是对的 那同时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 都不是对的 我觉得应该说情侣都或许 会有想要就是放闪 或者是说有一个小天地 可以记录自己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创个粉砖啊 然后后来会拍片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们有一些小洋葱 是在可能的马来西啊 新加坡 或是一些比较保守的 对于LGBT 比较保守的国家 他们都会说 好羡慕你们喔 你们可以出办游行 我们这边怎么可能 然后他们就想说 欸好吧那我们就拍成影片吧 一开始最一开始 只是想要把它当成我们去 游行的Vlog 但后来发现 诶 全台湾的游行 好像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可能台北就像大型的街头party 就是大家非常欢乐 狂欢嘉年花的感觉 然后可能花冬 就有一种 家回家回乡的感觉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感受 对我们自己的感受 然后每个地方每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 欸那我们好像可以去每个地方 然后把它拍成影片 然后为这个地方游行说一段故事 然后顺便把这一个游行的影片记录下来 刚开始我在参与的时候 有时候最印象还是在于 我觉得统治好朋友们的服装打扮 因为其实有时候自己不是一个 非常敢去大胆秀自己的人 所以有时候确实在 那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 还是会觉得 哇他们的穿着真的非常非常的火辣 或者是他们所想要表达的诉求 是自己平常在没有接触的时候 不会去想到的一部分 因为戏剧本来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戏剧它就是一件 可以跟大众对话的事情 做表演或是做戏剧 微电影的这种主题 不见得持相 是因为大家现在不见得 会原意停下来 他宁愿看一个很好笑的片子 他宁愿看一些很很短 但是可以刺激他的眼球 他的感官的影片 他也不见得会想要看完一篇 不管是什么样 正面也好 负面也好 其实只要有沟通 就是有一个对话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对话的机会 去跟师兄师姐 或是长一辈的人 让他们认识说 可能同志的世界 同志的生活 同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用影片的方式 但是五月十七号哪一天 在立法院前面吧 除了邻女之外 然后当第四条 他们可以以结婚的秘密去登记的时候 大家一起欢呼 然后开心的哭了 然后虽然说下雨 但是也交不惜这些人的热情 这样子 印象深刻的应该是 世界平权婚姻那一天吧 我记得是那一天 有几对结婚的新人 然后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啊 不管是男生跟男生 还是女生跟女生 然后他们一起牵着彼此 爸妈的手 然后牵进礼堂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画面很幸福 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亲眼看过 那个画面 其实我觉得像福福之道 上次来当一日店长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 就还蛮让我印象深刻的 店里面来了蛮多 非同性恋的客人 主要就是他的粉丝 那其中有一个 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个高雄的学生吧 他是爸妈带着他们 两个姐妹一起来店里面 那他们还只是国中生而已 所以他们对于同志议题 是从一个很正确的管道 去了解这件事情 而且 因为他们可能未必也是同志 但是他们因为 夫妇知道的原因 而了解了同志这件事情 而并非说是透过一些 比如说比较错误的资讯 然后比较错误的媒体的报导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夫妇知道在传递 不如同性婚姻或是性语教 这一部分的帮助其实还蛮大的 看到他们做降落伞的时候 那我们不但没有对外界人说什么 那他们也会打同真心的想要 然后把自己的意见跟他的建议 还有自己的心理想法 传达给世人 结果真的哭不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 我觉得压力很大 好像 长大了之后压力就越来越大 你还是办到啦 原来 因为我们粉丝组业有很多那种小孩子 或者是 遇到问题的那种 高中生或者是 每个粉 所以我想要让他们知道 其实 其实就是 我觉得只要相信自己一定都会有 一定都会有力量 然后不要害怕 每个都办得到 他们很愿意利用他们的影响力 来协助运动的进行 那也常常会私下的 表示 比如说对我们的感谢 或分享他们的心情 或者是也会鼓励我们 希望我们继续努力 就一起努力 这样子对 那 其实还蛮开心的 然后也会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或者是他有听到有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感激的地方 他也都会无私的传递给我们 那我觉得 其实一个运动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位置 然后可以一起努力 这其实是蛮开心的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的 把爱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同志的故事 之前我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 是想说 算了 他们要这样 就是想说同志也很恶心之类的 就算了 但是现在 长大听到了 就不一样了 我就会跟他们讲说 因为 每个人 他的环境不一样 然后他 他也不是要 去喜欢男生 这是他愿意的 因为就是相处 因为他们 比较不会接触到同心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很恶心 对 不会去接受 然后我就会 开始跟他们开导 其实在 跟拍他们的过程中 其实他们有 因为 影片的关系 然后所以被 很多酸民 攻击啊 但他们 也都 就是 他们当然也会难过 那也哭过 然后 可是哭过擦干眼泪之后 也持续的就是还是继续在 替这一块去做他们 能够做到的事情 然后后来 相处之后才发现说 哦 其实他 他们 爱的方式是一样的 只是他们喜欢的是同性 就是看了他们这样 我觉得好感动 就是原来同性 他们在生活上 在 在 在不管 任何任何的 时刻 遇到什么问题 我觉得他们好像 好像家人 然后又像朋友 然后互相又像老师一样 我觉得好感动 而且我很喜欢他们 真的很喜欢 会去透过同事的视角 去看待不一样的事情 那反而 譬如说我 我对于某一件事情 原本是一种想法 但是我今天透过另外一种视角 我会发现 其实也有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切入 那对于在 思考逻辑上面 会比较 我认为会比较全面一点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棒的表率 因为他们愿意去抛头露面 到处跑 然后变成一位帮大家去争取这些 我们应该要有的权利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希望他们未来也可以继续做 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因为相信还是有很多人 对于这件事情是很害怕或很畏惧的 很感谢他们有这个平台 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故事 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替我们平反 或是替我们争取权利 他们会去做这些事情都是希望可以 藉由这样的事情去跟社会去沟通 就是去让大家更认识同性族群 或是说LGBT族群 就是他们一直以来都还蛮努力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是蛮值得学习的地方 很感谢有一对就是我觉得同性的孩子们 他们愿意走出来 然后告诉每一个人 其实即使是同性 他们没有那么的可怕 他们也是好好的在过日子 而且也把自己弄得很好 过得很好 真的很感谢他们 只是未来的路有一点辛苦 对因为需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努力 不断不断的告诉每一个人 他们是过得好的 对然后可以消除一些家长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的一些疑惑疑虑 我知道这条路很辛苦 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 我们在一起 是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相处是长久的 然后其实人的相处就是同你 不要太紧张 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慢慢的才会看到后面的成果 有时候他跟我讲的 有时候不大喜欢去做 可是我虽然不大喜欢 可是我还是都有接受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后面支持你 做对的事情就继续做下去就对 因为台湾还有太多 不知道 同性人是什么 他们还是 他们还是觉得同性人是很恶心的 对 所以还有很多需要去教育的人 我们持续拍摄影片的动机 并不是想改变任何一个人的想法 是希望能透过这些影像 让那些人知道世界不同的声音 在过程中 或许会经历磨合与争吵 但努力过的成果 终究是美好的 未来 我们会继续下去 我们是夫妇知道 你选择迷或是听 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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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